此时苏家小妾的身边已经围了五个娃 五个娃叽叽喳喳的 就连苏大苏二也往小妾那边凑了过去 所以你家二姨娘原本很有钱的 对呀 我娘说二姨娘眼下被我爹的才华折服 才肯来我们家当姨娘 结果我爹时不时的就跟他借钱 后来他就烦了 你爹真是不要脸啊 姨姨 那苏大苏二的爹爹有没有借你的钱呢 乍然被人喊姨姨 苏家小妾一愣 我跟他们家那个二姨娘可不一样 我是一点银子没有的 全靠男人养着 康康 树会导那句话怎么说哇 就是树会导 我知道 靠树树会导 对对对 你去找我娘吧 让我娘给你安排个活 这样万一哪天男人跟我爹一样不中用了 你也有钱 苏家小妾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一脸思索的模样 瞧见这一幕 苏老爷子 哪里还能藏得住 指的大步怎么出来 哼 你一个贱妾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赶紧滚回去 苏家小妾她看了眼几个娃 然后就快步退了下去 哼 她跟爷爷好像 跟爷爷生气的时候好像啊 听说 你们找老夫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啊 我们都找你好久了 你这样太失礼了 不能让别人等太久的 我知道 你肯定藏在后院不敢出来 我爹就这样 你爹也陪跟我们苏府相提并论 我们苏府百年书香是家 可不是 那 那你们百年是家 你们也娶姨娘啊 梁康一句话 就将苏老爷子给噎住了 一口气 险些真的没有喘上来 而且你们还磕待她 你们只让她吃猪蹄子 我娘说 得吃燕窝才有用的 你们为啥不给她吃啊 燕窝只有我娘和我祖母才能吃的 为啥啊 她才是你娘啊 她是生你的啊 你们就是瞧不起人 你们这就叫 叫 叫什么来着大宝 什么青高 哦 是不是假青高啊 啊对对对 假青高 数字无礼 哼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是你们家大人没有管好小孩 苏大苏二才要去打我们的 我们又没有惹你们 打人就是不对 阿宝一说话 剩下的四个也跟着嚷嚷了起来 苏老爷子气得脸都红了 老爷 你别生气 别气缓了身子 我去找大夫来 你找几个人 看好了这几个娃 不不准放他们出去 哥 他们不会是要揍我们吧 穿着圈揍我们 阿宝低着头 在捣鼓自己的小荷包 他翻出火折子 又找出一个小竹筒 这是我爹爹给我的 我爹爹看见了 就会来救咱们了 来救你们 到底是救谁 老爷子都被欺病了 该救的是老爷子才对吧 赵恒很快就带着人 站在了苏府门口 也不进去 大家伙悄悄啊 苏夫 把我们家小猪子都给口下了 不防着呢 他们在干得死整死嘛 我们小猪子才死碎多殿 那么小的孩子 懂什么死不死 有本事从着我们打着来啊 我们早父有没有贼他们 这一路过来 九毛瞧见有人问 他就一脸苦哈哈的嚷嚷着 总之 到苏家门口的时候 九毛的话已经传遍了整条街 你们看见没有 现在都不找我们进去啊 这 你们赵家的人也只是在这里站着 也没说要进来啊 此时阿宝他们正在前厅 被一圈侍卫给围着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眼尖地看见了府门口 爹爹的身影 爹爹的嘴巴动了动 这 这意思是让阿宝 好 啊 呜啊呜啊 阿宝一喊 二鸭他们顿时也跟着喊了起来 嘿嘿 这可是我们无傻的绝招战术了 以阿宝嗷嚎一嗓子为信号 一时之间 苏家的前厅里 就传出了孩子们乌啊的嚎声 听着要多惨有多惨 你们快把我们家小猪子放出来 你们死不死走小孩咯 你们怎死不要练啊 把木小的孩子也走 呜呜呜 阿宝别怕 我贼就赖酒力了 不一会儿 五个娃就被放了 自己跑了出来 只不过 苏府的门槛是真高啊 赵恒立即朝着九毛看了眼 九毛带着人 上前直接将苏府那好高的门槛 都给卸了下来 你们都没死吧 在俗家怎死不敢认死 他们 他们把我们围成了一圈 肯定是想转着圈揍我们 他们紧在还想怎样 主委 我们得赶紧走咯 要是走得满咯 自怕这俗父都得把几个娃给搅打咯 爹爹 刚刚那个老头生气了 会不会气出毛病来吧 听爷爷说过的 人年纪大了 再生气的话 会容易气出毛病来 所以当时爷爷让阿宝 要多听刘夫子的话 少气刘夫子 万一他被我气到了怎么办 爹怎么教的你 少吃饭 少管闲事 恩 他自己身体不好 怪不得你们 不要把别人的错误 往自己的身上揽 听到了没 尤其是你那点小脑子 对了爹爹 苏大他们家也有一娘 就我们家没有一娘吧 感情好的父母之间 是不会有一娘的 所以 爹爹和娘亲是很好的父母 只能说感情好 但当爹娘这事上 我跟你娘也没什么经验 你以后要是少闯祸 你爹我可能会当得更轻松些 阿宝没有闯祸 蛤蛤 自打来了京城以后 生怕阿宝受到什么伤害 但是单从结果来看 阿宝到现在也没吃什么大亏 倒是愈发的会气人了 祝福苏老爷子今天没有被气出毛病来吧 听说你吃了一个蹄花 回家以后自己老实去书房待着 梁府 梁康此时正站在梁夫人的身边 堆把堆地说话 娘 你就给那个苏大苏二的亲娘找个活吧 我看她也想跑出苏家 人家真找上门在说 再者 什么人你也敢给你娘招揽 娘 她肯定没问题的 她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而且 咱们家的姨娘都走了 我不允许他们家的姨娘还在 我看你是有什么大病 这玩意儿也得争 你这几天好好学习 娘跟阿宝娘他们约好了 等你们考进去书院 就带你们去香山寺那边玩一天 是那个有灰熊的香山寺吗 早就听说了 香山寺那边养了一只灰熊 很有灵性 还会跟小孩玩 梁夫人点了点头 娘 我去找阿宝说说 你别忘了 我都跟那个姨娘说了 让她找你了 五个娃去苏家闹了一通这事 杏花街和兰花街的人都知道了 确实是他们苏家有错在先 可没想到 苏家竟然还是在两天后找上了门 苏家求见赵将军 你们嗓子刚帮我摸摸夫嗓的萧海 不自足为 锦子赖死不死害死 为了欺负萧孩子啊 是这样的 我府上的小妾今日偷偷离府了 昨日贵府的小姐怂恿过她 所以我们今日来贵府询问一下 可否知道我家妾室的踪迹 哈哈哈哈 我们家阿宝 怎么就送用 你们家且是离家出走了 给你们家且是口口嗦嗦的不是你吗 不给人家吃好吃的 人家当然要离家出走了 怎么还拐到小孩身上了 不知可否请你们家小姐出来 我们还是想问一问 我们家里人 其实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你们真是欺负人 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你这年轻人为何跟个婆妇一样刁蛮难缠 塔索我想个婆妇 事业没眼看 他刚要开口将人得请走 你们家小姐这不是出来了吗 凡老请出来一问吧 我们只问几句话 阿宝乍然见到陌生人 他小胖脚就朝着一旁的大黄动了一下 大黄就飞快地朝着梁府的方向跑了过去 赵小姐 说说吧 你们是如何怂恿我们家小妾离家出走的 不是小姐 是是 阿宝 躺街不好听 打街也不好听 你千万别做出来 哎 大人怎么这么麻烦 大姐哪里不好听了 九毛原本还想劝阿宝回府里待着 但苏家这般纠缠 阿宝又没有要回去的意思 你们 你们家姨娘不是我们怂恿的 他说他在你们家吃不饱 除了生娃就是生娃 康康家的那些姨娘们 你们都不用生娃 但是每天都吃很饱 是你们不对 阿宝义正言辞地看向了苏大人 还有你 你养不教 养不教父之国 是你没有教好苏大苏二 所以 所以他们俩才来打我们 大胆 谁让你们来找我们的 你们儿子打了我们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 只见梁康带着大鸭二鸭跑了过来 我我爷爷说了 要谈你们一折子 说你们欺负小孩 嗯 你爷爷是 张尚书 这张尚书年轻的时候 弹劾人那是一个嘴毒 后来儿子从军后 张家也就搬到了信花街 就再也没听过他弹劾任何人 人家为你们家生了两个孩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们还不如赶紧派人去找 而不是找孩子的麻烦 倘若二位今天站在此处 是因为觉得赵福可以随便被欺凌 那二位做好被赵福反击的准备 师爷说完 立即换了一副脸 朝着几个娃道 孩子们 进去玩吧 大压二压几个娃 立即嗷嗷地跟着师爷进了赵福 爹 我们今天 是不是真的过于鲁莽了 姨娘没了就没了 还能省一张吃饭的嘴 他家的方子 当初你确定都留下来了 全都留下来了 如今我们府中过得艰难 不如开个十四 也好 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父子俩带着人就这样离开了 两人一离开 就有暗卫从屋顶跳了下来 前院里 暗卫正将刚刚在府门口听见的话 汇报给了九毛 阿豹 你们当死所俗家喇过一酿 咨词提花 那提花可好吃了 九毛叔叔 你能不能去他们家 把那个厨子挖过来啊 养在我们家就行 康康 你回家你俩没请你吃鞋地吗 整天往家里招懒人 不过 苏家那不要连累福子俩 到底是在谋划什么啊 房子 摇不在就是四菜 摇不在就是摇彩 四十 那坑柄就是四菜房子了 苏家已经到了 如此三穷碎景的底部了嘛 这种时候 不来个罗金下事 就太没意思了 不幸 得干净且在跟猪子所说 苏家这事还没解决呢 孩子们确实没有办法玩了 因为破山书院的开院考就要开始了 奶奶 我上次要吃五个鸡蛋 结果 结果烤了第五 我这次要吃一个 我就会烤第一 超过康康 上次 上次不是要吃五个 最后只吃了三个的吗 那你多吃点小馒头 你们要在里面待一上午的 我怕你饿 阿宝已经听不进去了 满眼都是一个鸡蛋 满脑子都是烤第一 这阿宝就吃了一个鸡蛋 一小块饼 按照他的饭量来说 肯定会饿得难受 这毕竟要烤一上午的呀 宋氏还是很担心 一个劲的准备 往阿宝的小布包里面塞东西 我不吃了 奶奶也不要给我装了 装了也吃不到的 我就吃一个鸡蛋 我要超过康康 烤第一 赵府的门口 梁康他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宋氏还在念叨着阿宝吃的手 阿宝 你竟然就吃了一个鸡蛋吗 肯定会饿的 我们一上午都出不来的 你要是饿了怎么办 我 我饿了我就投悬梁 哈哈哈哈 你就这么点头发 你怎么投悬梁啊 我不跟你说话 你学习不好 到底是谁学习不好 明明你才是第五 肥宝才是第五 我不是 我爷爷说了 我张儿牙可是 可是出身书香世家 一听这话 阿宝立即回头看向了宋氏 奶奶 我们是什么家呀 咱们家 咱们家是富裕之家 本想说匠门的 不过匠门对赵恒和春娘来说 也算不上是一段好的记忆 还是富裕之家吧 阿宝反正听不太懂 先糊弄糊弄 奶奶你中午记得去接我娃 我考试肯定会很累的 奶奶会在外面等你的 阿宝这才堆堆的 跟其他四个娃一起爬上了马车 朝着破山书院出发了 破山书院的存在 让很多平民百姓家的小孩 多了一些希望 所以送孩子们来考试的人 其实真的不少 到时间后 孩子们都进去了 不少家长们还在外等候着 此时赵恒跟刘夫子 正坐在书院的后院 九毛焦急地跑了过来 猪子 不薅了 醋神了 嗯 猪子 阿宝 阿宝我好了 他一边我都毛毕 一边在拔打拔打好 独自叫来神音耶亨打 你们早上不给他吃饭 好了你们也不能去看的 不能违背考场规则 要不然咱们破山书院 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赵恒心理自然也是明白的 哎 看命吧 九毛别嘴 只能退了下去 刚考完 大宝就扯着好好叫的阿宝 就往书院外面跑 得赶紧带阿宝去找宋奶奶吃饭 别嚎了阿宝 宋奶奶就在外面等着我们 我们马上就出去了 可没想到 阿宝越好越难受 后面的题都没有写好 呜呜 这次肯定又不能拿第一了 大宝 我 我这次肯定没办法超过康康了 哎 阿宝怎么还想着要超过梁康呢 这次只要不垫底就很好了 而此时书院门口被阿宝传染好起来的一群小孩都还在嚎着 大家都好 阿宝人就梦了 阿宝 是因为题目太难了吗 没事啊 咱们在家里不是说了吗 今年没考上 就明年啊 奶奶 你能带我去吃好吃的吗 老夫人 我们家夫人已经安排好了酒楼 带孩子们过去吧 宋氏想了想 结果大宝已经带着阿宝他们往马车上爬了 行吧 我的意见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下午阿宝被送回赵府后就静止回了自己的屋里 哎 阿宝今天估计是考的不怎么样 刚刚在酒楼里吃着肉都不香的样子 是啊 刚刚瞧着他整个人都没有什么精神 回到屋里就瘫了下来 你上次不是还给那个刘夫子看病来着吗 要不要让他放放水 其实我之前偷偷跟刘夫子说过的 可那老头是个酱骨头 他说了 宁愿把心挖出来给我 也不会给阿宝放水的 那 那咱们再给他捐一个藏书阁 我可不想看见阿宝这么难受 说到底 人活在这世上一辈子 不就图个开心吗 这五个娃能找到刘夫子当夫子 已经贡献出好几个藏书阁了 人刘夫子现在啥也不缺了 哎 看阿宝的造化吧 这天是破山书院出成绩的日子 一大早 梁管家就赶着马车 拉着五个娃来到了破山书院 阿宝 小爷我知道成绩 你要不要听 我 我要自己看 康康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不是第一 是不是 你是个屁 我肯定是第一的 成绩榜就贴在书院的外面 梁康带着几个娃朝着人群缝隙里挤了进去 娃娃娃 照阿宝 这是我的名字 呜 我做到了 可很快 阿宝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 剩下的四个娃都比自己靠前 排名还是跟上次一样 二鸭虽然还是第四 但放在整张榜单里面 虽说在中等偏下那一部分里 可比阿宝靠前多了 毕竟阿宝是最后一名 阿宝 咱们考进来就好了 哈哈哈哈 肥宝又考了倒数第一 去通知夫人 就说 少爷和几个小伙伴都考进去了 不必准备银票给书院了 梁管家身旁的小厮 立即退了出去 赶紧去通知梁夫人了 破山书院的门口 有一片绿草地 阿宝捶着小脑袋 胖着掌握着一个小树枝 一直在地上滑辣 阿宝 昨晚二鸭就跟我爷爷说 他一定会考第一的 你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吗 阿宝不解的 抬头看向大鸭 这世上 不只有梁康 还有赵康 钱康 孙康 李康 各种康 我们要是每个都要去比 那要很久的 所以 所以 这世上 也不只有大鸭二鸭 还有三鸭 四鸭 五鸭吗 按照我爷爷的意思 应该是有吧 嗯 娘亲好像也说过的 只要阿宝比之前 做得好就可以了 不要一直跟别人比的 阿宝就是最厉害的胖生生 我 我今天考上了 我 请你们到我家做客吧 赵府有很多小孩玩的小玩意儿 所以大家都喜欢到他家玩 就在五个娃 准备爬上马车回赵府的时候 他们五个人 连同两管家 都被书院里的人给留住了 夫子 你也知道我考上了吗 你要恭喜我吗 阿宝试探的 伸出了自己的小招招 恭喜的话 应该会给小钱钱吧 让人把你爹叫来 你出了点事 啊 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了 可刘夫子都这样说了 阿宝 只得扯着嗓子喊 哪个毛叔叔 今天跟着我挖 大宝 毛叔叔是什么 应该是阿宝家的侍卫 干爹说 现在的侍卫 都是按几毛几毛牌 会打消结 书下是冒失散 其实原本是派到了 失散冒的 因为肚气来用些拗扣 所以就该称了冒失散 你说的不对 嗯 那的不对 我却试试派行试散啊 叫大姐就可以了 不用叫大小姐 十三毛叔叔 你去找我爹爹吧 留夫子说 要找我爹爹来 阿宝很认真的 又把毛十三的名字 给纠正了过来 毛十三点头 立即找人去通知主子 破山书院 两对夫妻各自带着自己的娃 一脸严肃的 看向一旁的罩横 我不管 我儿子没考好 就是因为你闺女的肚子 一直在叫唤 所以才吵到了我儿子思考 这你们得给我加个说法 啊 对对对 是啊 我儿子也是 你说你们家闺女 饿着肚子来考试 肚子叫的声音那么大 生生将我们两家的孩子 都给惊到了 没错 这两个娃就是坐在阿宝旁边的 两个小隔间里的娃 两人全都落榜了 但是家里的爹娘知道了 他们靠着一个肚子叫的孩子的时候 就带着娃找了过来 我出个主意如何 让书院重新出题 三个人重新考一遍 拔得头筹者进入书院 剩下的两人出局 如何 两对夫妻都觉得自家儿子更厉害一些 所以也没有反对 直接点头答应了 啊 爹爹的这个意思是 阿宝明天还要来烤一遍吗 那 那明天必须要吃五个鸡蛋 一定不会再让嘟嘟饿了 第二天重考 这次阿宝吃得饱饱的 很顺利地烤完了全程 各位 卷子都批完了 赵阿宝是第一名 爹爹 爹爹 阿宝拿第一了 阿宝欢快地 在赵红的身边蹦打 那两对夫妻的脸色 到底是有些不好看 可他们也说不出什么不对 毕竟这三个孩子 都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考的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带着娃 有些失望地离开了 下次不能再饿肚子来考试了 要是每个人都像他们俩这样要求重考 那会很耽误时间的 我知道了 夫子 以后不会了 我以后都会吃饱饱地来上学的 老夫教了你那么久 算了 虽然是最后一名 考进来也行 不枉费你爹花的那些银子 爹爹 我们什么时候去香山寺看灰熊啊 明天就去好不好 如果能凑齐人 就明天去 这五个蠢蛋 如今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也不能落下谁啊 阿宝一听这话 就欢喜地嗷嗷地跑了出去 哎 这孩子没什么读书的天赋 日后在读书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息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无妨 够他用就可以了 你说你们是不是有钱烧得慌 费这么大劲就为了他多认几个字 钱赚了不就是为了花吗 难道要嘎了带到坟里去 夫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看不开 人活一辈子 尽兴就可以了 刘夫子瞧着赵横 牵着胖蹲蹲走出去的模样 只一个劲地摇头 哎 有钱人啊 搞不懂啊 考进书院了 就这么开心 不是蛙 明天要去看大灰熊了蛙 哈哈 fish head fish head rolly polly fish head fish head fish head eat them up yum 爹爹 能不能带我去买好吃的呀 先去给你买笔墨纸燕 家里不是有笔墨纸燕吗 爷爷说了 不能浪费东西的 阿宝你要是敢把这燕台给我砸核桃 我就送你去庙里天天听和尚念叨 那些不能带过来 破山书院里寻常百姓家的小孩儿有一半之多 之前那些都是上好的文房四宝 太招摇了 所以得重新置办一套 爹爹 小布包可以买个大一点的吗 我想多装一点东西 装什么 装鸭腿 还是鹅腿 装鹅蛋 奶奶养了大鹅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奶奶说了 一个鹅蛋顶五个鸡蛋 以后考试我就不用吃五个鸡蛋了 嘿嘿嘿 梁府 梁老爷一脸诧异的看着梁康 小乌龟蛋 你说什么 你就是这么跟你爹说话的 可是 人家的爹也不跟小孩儿借钱啊 你零花钱那么多 借爹一点 爹很快就还你 爹又相中一个人 那你给我们翻跟头吧 跟六姨娘一样 你要是翻得好 我就借给你银子 此时阿宝被梁管家给带了进来 对对对 你 你要是翻得好 我 我也给铜板的 阿宝很珍惜的 从大兜兜里摸出了两个铜板 这特娘的 这跟头看起来是不翻不行了 于是五个娃 眼巴巴的瞅着 梁老爷 结果梁老爷站在这里扮想 都没有要动弹的意思 你根本不会翻跟头 等你学会翻跟头 再来跟我借钱吧 哼 都说让阿宝来看翻跟头的 结果阿宝啥也没有看着 少爷 夫人回来了 说是给你们带了东西 梁康带着几个小朋友 就往前院跑了去 而梁老爷一听见这话 赶紧拎起袍子就溜了 阿宝目光呆呆地 看着自己手里抱着的一块雁台 久久都没有回神 咦咦 这上面有宝石 雁太瞧着都差不多 让人给你们香了块宝石 带着玩 可是 可是我爹爹说了 不能高调 要带普通的雁太去 不能带有钱的 别人要是问我 我爹爹娘亲是做什么的 我 我就要说重地的 那我就说我娘是卖早点的 几个孩子就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 不过 孩子们的话 倒是提醒了梁夫人 那就把这雁台放家里书房吧 去书院就不带了 梁姨 刚刚康康的爹 找康康借钱来着 康康你借给他了 他都不会翻跟头 我才不借给他 那你等下去找你爹借钱 你爹这两天卖字画估计赚了点 只不过应当不够他养个小妾的 好 我去借 借了回来咱们去吃面条子 好啊好啊 我要加快拔子肉 阿宝喜欢钱 所以也喜欢宝石 他好小心地抱着那块镶着宝石的宴台 回了自驾 咦 阿宝这是干啥 怎么一副狗狗碎碎的模样 阿宝 你过来一下 嗯 穿了什么宝贝 这么神神秘秘的 阿宝四处瞅瞅 见没有人往这边看 这才将怀里抱着的那个镶嵌宝石的宴台 拿了出来 哥哥你看 这是良姨送给我们的 我们都有 好好收起来吧 嗯嗯 我得藏个好地方 不能被爹爹巴拉去了 阿宝 过几日就要去书院上课了 若是有人欺负你 就找大宝 如果你们打不过 就来找我 记住了吗 这次书院收了不少学生 环境总归要复杂一些 我知道的 哥哥 明天你去不去看灰熊蛙 我和安平都不去 你们去玩得开心 阿宝嗷了一声 这才又狗狗碎碎的抱着宴台 跑去了后院 这天下午 梁康在长安街的一个字画摊上 找到了梁老爷 你小子怎么来了 因为我想爹了 走走走 站一边而去 别影响我的生意 爹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娘的生辰快到了 我想给她个惊喜 嗯 你娘生辰 哦 是快到了 你不是银子多的是吗 跟我借什么 你爹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你借我二两就行 我娘今天知道你找我借钱 都把我的银子收起来了 爹 你借我二两 等我娘开心了 把我的银子都还给我 我就借给你一袋金瓜子 哦 你有一袋金瓜子 有啊 不过我娘不让我借给你 可是 我听酒楼里说书的说了 父子一脉相承 我跟爹是世上最亲的人 这些天我一共攒了三两银子 如果拿二两给这小东西 过几天后就能得到一袋子金瓜子 哈哈哈哈 行 不过你得给爹立个字句 如何 好好好 这就给爹写 五分钟后 梁康握着那二两银子 欢喜地朝着杏花街的方向跑了去 梁康跑到半路的时候 他朝着跟着自己的侍卫道 你这两天找人去把我爹的字句偷了 哦 是 少爷 突然还真是交了一个不讲武德的好儿子 这天傍晚 梁康就招呼着小伙伴们来吃面条子了 你们使这吃 等我爹再赚了钱 我再去借 梁康很是高兴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发财之路 哦 这么不要脸的事 但爹好像也常做的 因为明天几个娃都要去香山寺玩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叽叽喳喳的 第二天 刚到了香山寺的门口 几个娃都很是激动 尤其是阿宝 赵阿宝 你跑什么 爹爹 怎么了 你赶什么时间 我赶时间 我得去上香蛮 我得去上香蛮 我要让 让菩萨保佑我 每次考试都可以考第一 康康说了 这里的菩萨可灵了 可以保佑阿宝考第一的 肥宝 快点啊 不行我们就先走了呀 不 不跟爹爹说了 我得跑了 赵恒一脸的无语 抬脚朝着五个娃跟了过去 香山寺后面的山坡上 张夫人一脸诧异的看着梁夫人 还有王春娘 在收拾烤肉的东西 咱们不是要去香山寺上香的吗 怎么 怎么在这坡上开始烤肉了 求人不如求己 这世上最有用的就是银子了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倒也没有求神拜佛的心了 哎 说起来还真是多亏了你们家康康 还有阿宝他们 要不然我们家两个儿子 是怎么都不肯学习的 他爹一直教育他们俩读书无用 我怎么劝都不听 则 你就是看不开 他明明一个月才回一次家 你竟然还能让他当了家 你得厉害一些 张夫人听得一愣愣的 眼瞅着张夫人 又要被梁夫人攻陷了 咱们赶紧食道食道 好起来 等一下孩子们饿了 才有得吃呀 对对对 孩子们吃得多 菩萨 菩萨保佑 让我 让我次次考第一 飞宝 你许愿别那么大声啊 哪有这么大动静的 我爷爷说了 菩萨有可能年纪很大了 我说小声 他们会听不到的 你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赵恒听着他们逮把逮的说个没完 时间有点久了 这才上前喊人 爹爹 去看灰熊灰熊 先去找你娘他们 香山寺后面的山坡上 赵恒他们在烤肉 孩子们在叽叽喳喳地玩耍 这烤肉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很快就传到了香山寺里 九毛叔叔 不要再烤了 浪费了 浪费粮食 不是好孩子 九毛也不管 顺着风口仍旧在烤肉 那风就把烤肉的味道 吹到了香山寺里 只见香山寺的后院后院墙上 趴着两只胖嘟嘟的灰熊 正眼巴巴地瞅着他们的这个方向 哇 大宝大宝 快看大灰熊 继续烤 烤肉的味道越大 香山寺后墙上趴着的 那两只想要越狱的灰熊 动静就越大 施主 请停下烧烤吧 这两只灰熊 我们马上就控制不住了 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 我们也可以绑莽将两只灰熊给门会去 就看你们又没有沉溺了 娘的 真缺德呀 赵横低头瞅了 这胖蹲蹲一眼 视线仍旧盯着老和尚们的方向 珠子 老徒女们锁了 只要咱们绑莽将灰熊给全会去 随便便尽走了 就当咱们组祥三死嘴浩的灿访 撒好此类都给咱们 珠子应该不会答应了 毕竟祥三死嘴浩的灿访 也没撒吸引力啊 可让九毛没想到的是 赵横竟然点头同意了 今晚趁乱 将两只灰熊放走 派人跟着 他们被圈养了太久 不会太适应以外 派人一直盯着 珠子 要死仿舟了 寺庙肯定会追究 听问祥三死的灰熊 已经殃了好几年了 砸赞仿舟 怕董经抬打 嫁祸给寺庙不就行了 是寺庙的过错 听闻 香山寺刚开始养灰熊的时候 也发生过灰熊逃窜的事情 你自己斟酌着办 这天晚上 实施放走灰熊计划的时候 到底还是出了岔子 因为那两只灰熊 虽然很喜欢往外墙上爬 但是真的要放走它们的时候 它们竟然犹豫了 就是不肯动它 于是 赵横带着阿宝赶了过来 租资 我们在他们俩 沈桑发现了 补骚醒酒的桑扣 估计死子浅 幽套走过 丹斯北增王嘎里走过 所以才害怕了 听见灰熊们被揍过 阿宝的小眉头 顿时皱了起来 灰熊旁边凑 果然跟预料中的一样 面对阿宝两只灰熊 并没有觉得警惕 反而还还很好奇地 看着阿宝 九毛刚要跟赵横说什么话 赵横抬手制止住了九毛 我爹爹是好人 你们跟 跟他们走吧 去更好的地方 在这里打工不好 下一秒 一直不肯往外走的两只灰熊 突然从角落里站了起来 乖乖地朝着九毛的这个方向 走了过来 九毛见此 赶紧引导两只灰熊 往外走 派人去把方杖绑了扔过来 毛十三赶紧点头去办 爹爹 两只熊熊要去哪里呀 听闻风山那边很适合灰熊生存 九毛会派人先看护他们养伤 养好伤后 再派人带他们进山训练 长期被圈养 乍然进入野外生活 几乎是嘎鹿一条的 那 那我们家之前救的那只呢 之前在观寿场阿宝 也解救过一只大灰熊 那只已经好好地在野外活了下来 就在阿宝堆巴堆地问着的时候 王春娘走了进来 阿宝这么晚了还不睡 明天早上 怎么跟二鸭他们抢宿面 哦 我这就睡了 看见阿宝这副模样 夫妻俩同时勾了勾唇脚 我看他们把方丈弄晕扔在了后院 这样是不是有些欲盖迷章 看起来有些刻意了 所以我又在他的袈裟里放了一本青龙女子图册 还有一些银票 哦 这样 明天一早 所有人都知道这香山寺的方丈 卖了两只灰熊 得了银票要去青楼 嘿嘿 论黑还得是夫人黑啊 一大早 几个娃被喊起来 在宿斩门口排队的时候 一群和尚 因为方丈和灰熊的事都惊动了 我不是 我没有 嗯 他们要什么 我们去看热闹吧 他们有什么好看的 我昨天看他们收了很多人的银子呢 肯定是不好的秃驴 啊 秃驴 康康 秃驴是什么驴蛙 秃啊 就是没头发吗 这 这秃驴和酱驴是不是亲戚啊 阿宝的思绪已经飞远了 小和尚哥哥 能给我们打送面了吗 小和尚看了眼他们的大碗 也没当回事 就开始给人盛面 看着面前再次围着自己的五个娃 小和尚觉得头皮一亮 这 这 这特么是五个恶嘎鬼吧 真奇怪啊 这个面条子都没有肉 但是很香 梁康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转 然后就朝着小和尚招了招手 小施主有何事 你来我家当厨子吧 我家挤你的钱绝对比在这里多 信我的 我娘给你的绝对很多 令堂是 令堂是什么 就是您娘是 我娘一开了好几家酒楼 很厉害的 人 人往高处走 是不是阿宝 阿宝点了点头 他也听不懂 他只想干饭 瞧这几个娃穿的衣服料子都是极好的 这个提议貌似听起来很不错呀 你要是想通了 就来信花街街口的面条铺子找我们 李壮叔叔会带你来找我们的 小和尚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还没回神呢 就看见眼前又伸过来两个饭盆 忙活了一早上 敬畏了这五个小奶娃了 就在孩子们开心的吃着饭的时候 禅房里的赵衡收到了安慰的来信 何事 大喜一家今日到了京城 大喜要来了吗 那阿宝和大宝肯定很开心 不过赤霄说大喜被这香山寺的和尚给抓走了 怎么回事 去找那老秃驴问问就知道了 坐宿面的小和尚大喊着 朝着梁康 他们住的禅房跑了过来 几位小少爷 救救我吧 我不想嘎 小和尚一个劲的喊着 整张脸苍白得很 你不做坏事 怕什么 小和尚的身后 也传来一道稍显清朗的声音 夫人 请救我一命 太可怕了 方丈和几个师叔都被嘎了 还都被挂在香山寺的外面 哼哼 那几个老秃驴嘎有余孤 竟然用小孩的身体来滋养灰熊的皮毛 刚刚那方丈的产房内 至少有七八头灰熊的皮毛 还在密谋着对阿宝下手 要不是赤香来传信 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事呢 听闻你做素斋很不错 小和尚下意识地点头 这位夫人如此面生 怎能知道我做的素斋好吃 你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十三 先带他下去吧 毛十三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跳了出来 拽住小和尚就跑 啊啊啊啊 小和尚被吓得又嗷嗷喊了一嗓子 赤香带人收拾干净寺庙后 九毛就带着阿宝他们来到了一个产房里 爹爹 外面都没见到兔鱼了 怎么回事啊 大宝刚要开口说话 就看见床上躺着的小男孩 大喜 啊 一听大宝喊大喜 阿宝输地回头 你不是很爱吃大喜奶奶做的小丸子吗 大喜大喜 大喜睁开眼 看着凑过来的大宝和阿宝 他虚弱地掐了掐自己的脸 我 我是在做梦吗 这么快就到京城了吗 哦 这个瞧着也不像是太聪明的样子 赵伯伯 我爹娘呢 都已经安置好了 待会儿你吃些饭 我们就返程了 干爹 大喜也住杏花街吗 嗯 大喜一家就安置在你们家旁边的小宅子里 很快 梁康就带着大鸭和二鸭凑到了大喜的旁边 大喜有些欠 可架不住梁康和二鸭他们太热情了 一直在逮把逮的说 租子 尽早因那边 回不回呆赞过来 不会的 这事他们不会掺和 夫人呢 夫人在侯远 本在跟一个做俗宅的萧伙丧说话 赵衡就抬脚 去找王春娘了 此时王春娘和梁夫人 还有张夫人坐在一起 小和尚 站在一边瑟瑟发抖 倘若开一个宿斋馆子 应当也可以赚不少钱 小和尚的手艺 确实不错 这小和尚 我倒是要抢先了 王春娘有些不好意思的 朝着梁夫人倒 今日单是从方丈的产房里 就搜出了八张灰熊皮 哦 据我所知 灰熊的数量并不多 多数都在封山那一带活动 我想派人常年去守山 防止有猎人猎嘎灰熊 只不过 派人过去 势地要花费不少银子 所以这个宿斋馆子的收成 都会投入到封山那边去 也算是香山寺的悔过吧 那灰熊长得可爱 就连我都想摸一摸的 这样我也投些银子吧 张夫人赶紧也点头 下午的时候 几辆马车晃晃悠悠地 开始下山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 足够大喜融入 杏花街无傻的队伍了 原因无他 本质上来说 这六个孩子都是一种人 以后小爷罩着你 要是阿婷也在就好了 嗯 阿婷是谁吗 阿宝 姜婷要是知道你又把他忘了 他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我知道了 是小哥哥 给我寄肉干的小哥哥 小孩子就是这样奇怪 若是很久没在一起 就容易断片 只记得眼前的小朋友们 而这些娃 对于香山寺发生的嘎人案 全程不知 被大人们护得极好 此时 金兆尹带着人 将大喜一家给围了起来 就是你们家的小孩儿 被掳到了香山寺是不是 放心 赵将军虽然为人很利 但是应当做不出什么伤害 你们家小孩的事情来 肯定是有原因的 大喜娘在村里是个泼辣的 但是炸得到了京城 她还是胆气得很 尤其是这些穿官服的 她很是害怕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听出了 这话里的意思 不对 不是这样的 是有和尚抢走了我们家大喜 阿宝爹是去救大喜的 不是害大喜的 嗯 阿宝爹是谁 阿宝爹就是阿宝的爹啊 还能是谁 阿宝爹说能救出来 那就能救出来 大人 赵家的人好像回来了 爹 娘 大喜奶奶 我好想吃你做的小丸子 嘿嘿嘿嘿 阿宝真乖 阿宝爹 麻烦你帮忙就回我们家大喜了 不打紧 都是一个村的 都是一个村的 原来这就是阿宝爹 大喜 快来 带你去我家 让我爹给你翻个跟头 小爷中午请你吃面条子 给你块靶子肉 康康 你爹不是不肯翻跟头吗 给两个铜板就行 孩子们一溜烟跑开以后 赵恒这才抬眼看向了金赵银 大人来此有何贵干 金赵银语色 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复 听闻香山寺那边已经嘎得鸡犬不留了 我这也不敢上去 怕被牵连 本想着找到被掳小孩儿的爹娘 从他们的身上将祸水引到赵恒的身上 结果闹了半天 人家认识 见金赵银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大人来家中喝口热茶吧 正好我们夫妻俩也去换身衣服 一身的突离心弯 嘎人嘎妈了 手也有点疼 您是嘎人还是砍西瓜啊 香山寺那边的突鱼如此行事 你们非但不管 反而还在筹谋如何将脏水泼到我的身上 喝 风水轮流转 你可千万别落到我的手里 九毛 带大喜一家去安置 阿宝爹 晚上带阿宝来家里吃饭吧 我做些丸子 孩子们都爱吃 行 晚上给您温锅 果然是一个村 要不然咋这个温和 吐槽归吐槽 金兆尹最后还是毫无收获的 带着人离开了 傍晚 大喜家 大喜奶奶围着一个现搭的 小锅在炸丸子 旁边围了六个眼巴巴的碗 炸丸子的速度 还没有吃丸子的速度快 我们准备开个吃食小摊 先卖吃食 等以后攒了些钱 再想些其他的营生 反正 只要人勤快 总归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孩子们可不管勤快不勤快 就希望大喜奶奶 炸丸子的速度能快一点 到我了到我了 该我吃了 大喜奶奶 你到我娘的酒楼来吧 让我娘给你开钱 康康这蛙墙角的功夫 是愈发的熟练了呀 大喜跟我们一起去学堂吗 赵伯伯说了 我得学习一段时间 参加明年的考试 今年考不进去了 而且赵伯伯还说 我得很用功的学习才可以 破山书院的门槛可是很高的 哇 滴滴 滴滴 干什么 滴滴 大喜比我笨 阿宝咋这样呢 照横无语地看了眼阿宝 懒得跟他说话 哎 阿宝太笨了 太笨了 哼 阿宝哼起了一声 赶紧去吃小丸子了 娘 阿宝看着又胖了不少 不能给他吃这么多了呀 让他吃得开心些吧 明天开始 他就得天天去书院了 看来阿宝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 嘿嘿嘿嘿嘿 阿宝这天晚上吃得很开心 最后是被赵萱给背回家的 第二天一大早 阿宝他们就被梁夫人送到了破山书院 因为分好几个年龄段 阿宝他们这些人已经是属于年纪最小的了 赵恒其实也一直跟着 当看见阿宝跟着梁康他们进了教室以后 他才准备离开 租子 冯三拉里传来消息 又打批龚宗的奶尉取了冯三 获得了两只回首 其中 又一只九四之前 咱们从管收藏力就会来拉兹 龚宗的奶尉 好想恨消心 没有让他们收一点的嗓 捉到以后 带到了哪里 龚力 此小打锅 一经牌子往龚力切岔坎了 准备一下 我们进攻 九毛自从跟在赵恒的身边 也见识了很多大的场面 可进攻 还要面胜 他这心里多少有些发谋 愣着做什么 九毛赶紧去准备了 宫里 裴文帝在听说赵恒求见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多少显得有些心虚 好端端的 他来做什么 皇上 赵恒末不是为了封山那两只熊的缘故 安慰可有伤到赵恒的那些手下 伤到了一些 但是没伤到性命 赵恒这人护短 宣他进来吧 大太监嘴上回得淡定 实际上腿都开始哆嗦了 哎 这赵恒舅就是个光脚不怕穿鞋的 吓人得很啊 赵恒进来的时候 裴文帝笑了笑 看起来脾气极好 皇上 你是不是想国破家王 你胡说八道什么 臣早年驻守边疆的时候 曾听人说过 这灰熊只生于我们中原 突厥一族连续多年都来中原偷猎 无意之善终 皇上此次从封山活捉了两只 肯定也是为了送给突厥吧 裴文帝的目光指示着赵恒冷冷的道 呵呵 是你女儿喜欢灰熊吧 真是有意思了 竟然能让你编出这样的话来 还只生于中原 你以为朕不知道吗 石铁兽才只生于中原 灰熊只不过长得跟他们有点像而已 赵爱卿 有时间还不如回去多照看一下你那个笨闺女 赵恒没说话 而是转头离开了 这天晚上 京城最大的道观 白龙观里的长明灯灭了 天呐 我是不是要出去躲躲风头 我竟然趁着给老道士治病的时候 将人家的长明灯给偷偷整灭了 这不好吧 爹 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把手里的那一打银票松开啊 只见老药王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打银票 数目应当不少 别看我啊 这是老道士给的报酬 人给了不少呢 还挺大方的 这给了这么多 竟然还在长明灯上出了这样大的漏洞 这老道士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 嗨 还能是啥病 肯定是见不得人的病啊 嗯 呵呵 花柳病啊 要不是因为这 人老道士能让你娘拿着菜篮子 在那金贵的后院里摘着摘呢 只见宋氏满脸笑意 那篮子里满满的都是翠绿的青菜 看着就让人很有食欲 那老道士可会种菜了 还弄了温棚 要不然这天气怎么会长出这样翠绿的菜来呢 老头子 你这次给他治利索了吗 要是咱们还能再去一次就好了 这病不太好除根 除非他近期还去那些烟花柳巷 要不然应该不会再找我们了 毕竟 我这个药王收费也是很贵的 哎 这天色都这么晚了 阿宝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啊 你们两个当爹娘的能不能上点心啊 放心阿萱会带好阿宝他们的 毕竟带小孩儿的事 赵萱和安平都已经很熟了 老药王嫌弃的摇摇头 可看见那一打银票 他又很是喜自知的道 又狠狠赚了一笔 咱也给阿宝买个向日葵 不对 先买个大夜明珠 那天阿宝回来一直唠叨 说梁家那个小子有个很大的夜明珠 你别太得瑟哈 信花接口 五个娃蹲在那抹眼泪 就连梁康也跟着在抹眼泪 累哭了 他们也没被人欺负 我们去领回来的 人就已经开始哭了 哭了一路 是的 从学堂一路哭回来的 梁康 你爹回来了 快回去找他玩 娘听说他又赚了点银子 一听梁夫人这话 梁康慢吞吞地朝着梁府走了过去 张夫人也赶紧将自家两个儿子给领走 哎 书院里上课真的枯燥啊 一待就是一天 中间休息的时间也很短 小学堂就是这样的 之前你们是在家里学 总归要放松些 不过 等你们适应了 就会好很多 爷爷奶奶为了庆祝你们上学 今天晚上给你们做很好吃的菜 旁边的赵衡 一直没有说话 爹爹 你都不安慰我吗 我怎么安慰你 爹爹 你能给我点铜板吗 给你铜板你就开心了 是吧有了铜板会开心一点点 爹不是告诉过你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想要铜板可以 待会儿给爹捶捶背 老价钱两个铜板怎么样 赵衡说着说着就把阿宝带到了坑里 阿宝浑然不觉赞同的点了点小脑袋 宫里裴文帝在得知那长明灯灭了以后 他气得在御书房发脾气 肯定是赵衡的手笔 肯定是 皇上 老奴派人查了查 说老药王今天给老道士看过病 会不会是他动的手脚 老药王 等等 老道士看的什么病 他不好好炼丹 找老药王看什么病 这个查不到 而且 老药王很难请 他竟然能请动 派人去查 看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皇上 那 那两只灰熊 要交给突厥人吗 暂且再等等 若是送出去 万一赵衡再发疯嘎几个突厥人 裴文帝摆摆手 生气归生气 但他的理智倒是还在 这赵衡风起来不要命的 此时设计不算稳 还不到跟他算账的时候 快入冬了 一大早 王春娘就给阿宝穿上了大棉袄 这是你昨天垂背的工钱 还记得爹跟你说过的话 要勇敢 要不怕 有人唠嗑我 我就找我哥哥唠嗑回来 不错 去吧 晚上你哥他们带你回来 阿宝这才慢吞吞的朝着门口移动 阿宝 快快快 我又借到了我爹一两银子 中午带你们吃面条子 听见康康的话 阿宝又低头 朝着自己的大兜兜里看了过去 哎 只有可怜巴巴的两个小铜板挖 爹爹的钱 阿宝从来都借不出来的 哼 生气 破山书院 阿宝认真地学了一堂课 下课同龄想了 他刚要跟大宝他们出去玩 啊 苏小和 你为什么拿石子打我 哼 爹爹说了 不能白白被人欺负 被人欺负了 就得打回来 阿宝胖爹爹 一把抓过那小石子 然后就怒气冲冲地 朝着苏小和冲了过去 你不要过来啊 苏小和下意识地就要往回跑 可周围的路 都被梁康和大宝他们给堵住了 挺行啊你 竟然打人 我们待会儿就去告诉夫子 你们去告啊 我就是不喜欢他 他根本不是赵家的孩子 他是赵家捡来的 大宝一愣 上前一把抓住了苏小和 梁康立即揪住了苏小和的衣服 说谁派你来的 你竟然知道赵家 你姓苏 是苏大苏二派你来的吗 苏大苏二是谁 哪有人起名这样随意 哼 大牙二牙 押他出去 这名字也起得够随意的 苏小和想着的时候 人已经被大牙二牙 还有大宝给带了出去 他肯定是苏大苏二的亲戚 我们出去拷问他一番 你们看什么看 你们爹娘没说 你们是捡来的吗 这么大的小孩 不少人都听自家的爹娘说过 自己是捡来的 或者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所以也就没那么惊讶了 大牙将二牙的裤腰带给解了下来 将苏小和绑在了木杆上 二牙捂着自己的袍子 站在原地扭扭捏捏 算了 我们先把他放了 放了学在跟着他 看看他去哪里不就行了 梁康想了想 又将裤腰带还给了二牙 喂 你真的不认识苏大苏二 苏大苏二到底是谁啊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苏大苏二啊 大宝 苏大苏二这名叫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啊 就叫苏大苏二吧 可怜的苏家兄弟俩 已经在乌傻这边失去了性命 为了不引起父子们的注意 梁康他们在下学后 偷偷地跟着苏小和 结果苏大苏二倒是亲自找上了门 大少爷 二少爷 然后苏小和就躲在了兄弟俩的背后 呵呵 真可怜啊 你竟然是你爹娘捡来的 你以前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孩儿 哼 我爹爹娘亲说了 我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小孩 我爹爹还给我买向日葵呢 你有吗 我还有小蒜盘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切 向日葵我们家有一块地呢 至于蒜盘 谁没有 你是不是傻 阿宝说的向日葵和蒜盘都是金的 你有个屁 我娘说了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你们俩就是 苏大苏二背对的有些说不出话来 是啊 这赵阿宝确实过得很好 整个被养得白白胖胖 整天咧嘴傻笑 一看就是在很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小孩儿 很幸福的家庭 想到这几个字眼 苏大的脸色忽然大变 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 就因为你害嘎了我亲娘 要不是你怂恿她离开苏府 我娘也不会嘎在外面 对对对 是你害嘎了我亲娘 都是你 你要是没有跟她说那样的话 她就不会偷偷离开苏府 也就不会嘎了 苏大说出来的消息太让人措手不及了 阿宝被吓了一大跳呆在了原地 真的是阿宝害嘎了苏姨娘吗 阿宝可是救人的小人生呢 怎么可以害人呢 人生不能害人的 大宝你看着阿宝 大鸭二鸭我们一起上活捉他们三个 赵轩和安平找过来的时候 梁康和大鸭二鸭满脸灰扑扑的 不过苏大苏二还有苏小和 都被他们用裤腰带给绑了起来 大哥带他们回去 他们吓唬我们 想不到我梁康竟然也有如此厉害的一天 嘿嘿 轩哥 安平哥 我跟大鸭也会绑人了 哥哥 我真的害嘎了人吗 怎么会呢 阿宝是个好小孩 回家吧 等爹娘回来 赵轩看了眼眼睛通红的阿宝 就背着阿宝往家走 九毛他们护送着其他四个孩子 先回了兴花街 我害人了 哥哥 我害人了 我害人了 阿宝 你怎么知道 苏大苏二的娘一定嘎了呢 爹不是教过你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是苏大苏二说的 他们应该不会撒谎说 自家亲娘没了吧 说这样的玩笑也不好啊 苏大苏二那么笨 说的一定会是对的吗 赵轩边走边给阿宝分析 顺手还给阿宝买了一个糖葫芦 阿宝 哥给你说个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 是苏大苏二的爹和爷爷 为了让他们恨上咱们家 所以才故意说的这事 那你顺着这个可能性想下去 有没有可能 苏大苏二的亲娘 是苏家亲自动的手 啊 哥哥 他们的娘真的赶了吗 哥只是做个假设 重点在苏家 咦 哥哥走的这条路 好像不是回杏花街的呀 哥哥 不对哇 这不是回家的路 你要带我去哪里哇 爹今天早上说有事 晚上要晚点回 我直接带你去找他 爹早上说的话 你不记得了吗 啊 爹爹早上有说过吗 不记得呀 阿宝就记得早上吃了蛋炒饭 奶奶用猪油炒的 真香 此时的赵衡正在一个货站里看账本 瞧了眼天色 想着阿宝大概是已经下学回家了 所以他也准备离开 掌柜的 有人来找您 赵衡朝着门口看去 一眼就看见了自家一双儿女 阿宝眼圈红彤彤的 明显是哭过了 怎么回事儿 赵轩简单的将书院门口发生的事 告诉了赵衡 怎么来的 可可悲来的 走吧 去兰花街 爹 咱不回家了 咱直接去苏家 去汤吧 要不然 阿宝这饭也吃得不舒心 对了 毛十三 你去经兆府那边报个案 就说苏家苏大人首任自家遗养 请经兆尹派人来看看 苏府 苏管家刚送完课 瞧见门口站着的这父子三人 这特娘的赵家那个温神又来了 老爷 不好了不好了 赵家那个温神又来了 苏管家吓得直接将自己心里想的称呼都给说了出来 爹爹 温神是什么 就是他家祖宗的意思 那我呢 那我是什么 我是苏家的温神 那你说 你是什么 我 我知道了 我是苏家的小温神 等到苏大人带着苏管家出来的时候 金兆尹也带着人赶了过来 金兆尹 你怎么来了 是来帮我们抓赵家这几位吗 赵家这几位到底有些厉害 哪敢劳烦你们来啊 真不敢想象 金兆尹竟然感动赵家的人 这是不是说明赵家真的要不行了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是你家两个儿子挡住我们家大小姐的面倒刀 说他们爹嘎了他们家一酿 就在坏滑糊涂那边 说嘎的可餐了 那我们这不得保安吗 毛十三跟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苏大人 爹怎么知道苏姨娘是在怀滑糊涂被人害嘎的 苏姨娘到底嘎没嘎 爹还知道些什么 大人 即便赵家告状 你们出人 也不能证明我嘎了人 凡事不应该讲究证据吗 苏大人说话的时候 满脸伤痕的苏大苏二回来了 苏大人 你好像还不知道经兆府的出人规则 但凡出动这么多人 我们就是掌握了一些证据 肯定要请你跟我们去经兆府走一遭的 这苏大人不会是读书读傻了吧 屁也不知道 没证据的话 我怎么敢带着这么多人出来呢 对了 报案人待会儿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回去签字画鸭 报案人不是我 是我们家大小姐 我们家大小姐是保案人 你会签字画鸭吗 会呀会呀 苏老爷到底还是坐不住了 听见这动静就从苏府里快步走了出来 等等 金兆尹 你是说要带走我儿子 这老头子怎么也出来了 确实要带走的 毕竟身上背着命案 结果金兆尹这话刚说完 苏老爷子立即开始撒泼了 我看谁敢带他走 你们有什么证据 倒是先让我老头子知晓知晓 我们在槐花胡同抓到了两个人 金兆尹点到为止 没有跟苏老爷透露太多 至于苏老爷的威胁 他压根不放在眼里 然后苏大人就真的被带走了 爹爹 跟上吧 爹爹 你们别抓我爹 他们俩笨不笨 笨 笨嘎了 娘的都这时候了 还要说我儿子们的坏话 就你们聪明 金兆尹 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嘎人了 苏姨娘根本不是我嘎的 我是冤枉的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把正人带上来 那个阿宝是吧 待会儿要签字画鸭哦 就在这个过程中 苏大人一直在念叨 惹得阿宝都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大人 你能不能别让他说话了吧 他太吵了 半个钟后 一身齐整的苏姨娘 被侍卫们带了上来 瞧见苏姨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眼前 苏大人竟然被吓晕了过去 至于苏大苏二 也只胆怯地站在一边 一脸呆呆地看着 苏姨娘 苏姨娘 你没有嘎呜呜 你还活着呜呜呜 苏姨娘能活着 在阿宝看来是最好的结果了 没势儿 我没势儿 是赵大人 派人救了我 原本 原本我想隐姨埋名准备做小生意的 但是 我没想到 苏家会利用这个势儿 来找你们麻烦 离开苏府以后 他才知道 坐龙中鸟荡 真是没什么意思 大人 小人还有冤屈 苏府抢了我们家祖传的蹄花方子 请大人带为要回 苏大苏二站在一边 仿佛是外人一样 对于这些家长里短 一看 就是屁也不知道的 现在看 是不是还挺笨的 是哇是哇 笨嘎了 他们为什么 对自己的娘亲不好啊 你懂什么 姨娘是下人 跟着姨娘长大 我们不会有好前途的 啊 阿宝一脸的疑惑 赵萱朝着他摇了摇头 爹 你早就就下人来了 嗯 是他们自作孽 他们要是不惹阿宝 这事儿我也会当作没发生 既然惹了 那就是必要苏家身败名裂才能了结了 金赵颖正好带着人要过来找阿宝签字画鸭 听见赵恒这样说 他顿时后背一凉 其实 苏家暗嘎苏姨娘这种事儿 京城中多的是 毕竟这些世家大族都要脸面 觉得小妾出逃坏了自家名声 可这苏家千不该万不该 将这笔账嫁货给赵恒啊 听赵恒对他闺女说的这话 这苏家只怕一时半会是脱不开身了 恍惚之间 金赵颖觉得约莫十几年前 刚掌权的赵恒好似又回来了 谁被他咬上肯定是不嘎不休了 阿宝来画鸭了 阿宝登登登凑了过来 握着毛笔认真地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嗯 哥哥说了 这是重要场合 不能画猪头的 得写名字 这 这赵家闺女的字怎么像狗爬的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